他们没注意到吉娜正从水面下接近 他攻击了统治陆地的暴龙 暴龙在水中无法站稳脚步 因此无法发挥实力反击 吉娜压倒性的力量足以压制住最强大的恐龙 只要跨入大海一步 便是踏进吉娜统治的王国 世界各地都有发现 重建出吉娜外形的苍龙化石 包括日本 2014年 深呼一所高中的学生 偶然在附近的森林里 发现了苍龙化石 这就是那块化石 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很普通 只是贝类化石之类的 我告诉他们 你们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经过仔细检查后 发现这是下额骨的一小部分 而令人惊讶的是 它的尺寸 将这块下额骨化石 与在国外发现的其他苍龙化石做比较 光是头部的长度 估计就有将近两公尺长 现在重建出了它的庞大身躯 非常的巨大 身长13公尺 苍龙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之一 苍龙的咬合力 与暴龙相当 它有一排锐利的牙齿 可以攻击任何它想攻下的猎物 证据就是从一只苍龙的胃部化石中 找到了鸟 鲨鱼 和鱼的残骸 甚至还有其他苍龙的残骸 优优人 证 tickets 马阪